四十七篇第十节 十篇一百四十七篇第十节 他不喜愿马的力大 不喜爱人的腿快 耶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那么这个十二节说 耶路上你要称颂耶华 喜爱你要赞美你的神 因为他兼顾了你的门栓 赐福给你们中间的儿女 他是你境内平安 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 他发命在地 他的话搬行最快 那么这里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他不喜愿马的力大 不喜爱人的腿快 那么这个是什么样子的情形 就是说呢 尤其是呢 我们在这个灵恩的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呢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 大家都开始有恩赐了 会有预言了 那么会有灵里面的反应了 会有灵里面的高来高取灵里的变化 甚至有能够看一项解忆梦 那么灵里面被提等等 各式各样的恩赐都开始出来了 那么以后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就会做事 就靠着我们的恩赐就做 这个怎么样的 有时候 这个做福事的时候 你做久了以后 你就按照你的恩赐 你会领受到一些东西 你就开始做了 那么这个 这个是怎么样子 这个不喜爱人的腿快 这个主的意思就是在这里说 这个叶化喜爱敬畏他 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那个意思是怎么样的 叫我们还是要多到神面前来寻求他的面 因为你相信我们的神呢 我相信我们的神在他面前是无所不能的神 圣经里面有这样讲过 有一位先知呢 曾经被提到三层天去呢 他说那父神就叫他到导座前面来了 他看到父神在那里画一幅画 画什么呢 画一个鸟 这个鸟画得很漂亮 画得漂亮还不是真的最奇妙的事 他说呢 他看了父神画了那幅画那个鸟啊 画完以后 这个鸟就从纸上变成一个真的鸟飞出去了 而这个先知站在这个父神宝座的旁边 看了木凳口袋 然后呢 父神就跟他说 难道你没有听过主耶稣在地上讲吗 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 这个他才感觉到 在这个神的那个手中啊 他提手台族都是生命的源头 所以说这个先知这个下来以后 他就跟弟兄姊妹说 他说我看到父神的作为 简直叫人木凳口袋 他的名称为奇妙 他举手台族都是生命 那个意思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很多时候来到神的面前 来寻求他的面 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靠恩赐 解决很多个问题 但是你也会发觉到 有一天你的恩赐到了某一个程度 你解决不了问题 因为你的恩赐是有限 神的能力是无限 你所知 我们所知道是有限的 神所知道的是无限 他要是神的知识要是有限 对我们来讲还是无限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事情不懂 我曾经在很多的这个灵恩基督 以前服侍 我发觉都这个灵恩的这个学校也好 这个教会也好 有一个现象很普通 就是说服侍靠圣灵自己做主 我再讲一遍 服侍靠圣灵的大能自己做主 我曾经在一个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机构里面服侍 居然在这个机构里面没有祷告会 没有祷告会 这个学生们有在一起祷告 但是老师们没有祷告会 从年头到年尾没有祷告会 唯一的祷告就是大家偶尔在一起聚餐的时候 有谢饭祷告 那个不叫祷告会 因此呢大家怎么样就是各显神通 怎么各显神通呢 用各样不合圣经的方法来做事 就是要服侍靠圣灵自己做主 甚至呢还有人曾经说 你只要是为了服侍主是可以撒谎的 我就一直听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后来呢我就听这位牧师呢就跟我说了 他说呢你要为了拓展神的事工了 你可以去用气哄的方法叫人去做 你叫他们不喜欢做的事情 好叫神的事的这个工作可以开 那么你要去建立教会 你就骗他说你那边所有的供应都有了 吃了住的都给你预备好了 你就去开工 我们每个人给你多少钱 但是去了以后发觉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就心里想 我说天哪这个神需要我们这样子骗人做事 所以说呢这就是什么神不喜悦马的力大 不喜爱人的腿快 还有呢很多做生意的弟兄姊妹呢 他们这个敬拜神是做了敬拜神 但是呢行事为人是按照世上的原则 按照世上的原则 人家骗我也骗 人家这个这个这个撒谎我也撒谎 但我不是说每一个这个爱主的基督徒都是这样 但是就是有这样子 所以我在世界上是做世界的人 我只有到教会的时候 我这个做一个基督徒 我跟你讲没有这样种情形的 你你我的生命的培养 不是说你在世界是像世界的方法 你在教会是教会的方法 没有这种事 那叫双重人格 双重人格说的不好听 是会被鬼附了 为什么呢 你到外面去别人撒谎 你也撒谎 别人去在那里 这个这个泡夜店去酒吧 去这个外面这个生活不间接 你也就跟着为什么要做生意的关系 这个不行的 你回到教会里面 你讲说 我跟你讲 这个邪灵一旦进了你我的生命当中 他就会怂恿你继续做他 上帝不喜悦的事情 所以说你看 这个生命里面是讲的是一个里外要合在一起 那么这个生命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是借着神的话靠行的 你对神的话语的认识 借着行出来神的话语 在你的生命中 一直不断的去做的时候 你就开始得了主耶稣的生命 所以神的生命是什么呢 是先从神的知识而来 再从把神的知识应用在你我的生活当中 这个叫实践出来 这个实践久了以后就变成你我的价值观 你有了正确的价值观 你的生活的行为自然就合乎神的道理 这叫生命 这叫生命 所以说你看 那么神喜悦是什么呢 敬畏和盼望他慈爱 什么叫盼望他慈爱的 你发觉你用恩赐到一个程度 不能通关的时候 帮助不了人 也帮助不了自己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那时候就来到神面前 向他祷告 向他寻求 就询问他 父啊 主啊 圣灵啊 这个该怎么办 所以说你看 这个敬畏耶和华呢 这个什么好处都不缺 是不是 敬畏 等候耶和华的什么好处 那什么叫等候呢 就是寻求他 怎么寻求他 就是向他祷告 来到他面前来读他的话语 不但读他的话语 你并且要向神来询问 这个话是怎么意思 因为话里的亮光 结出来就有生命就出来 所以说呢 你看 有时候我们这一边读经 一边来学习询问神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那个话是什么 这一章是什么意思 这一段是什么意思 有一次我在讲的这个 这个看到这个 这个奇事录的时候 这个第二章 讲到这个耶洗碧 那么这个说 这个吃忌偶像之物 有什么 这个引诱 这个什么弟兄姊妹 这个行淫乱 我就问主说 我说行淫乱 这个事情我懂 那么这个不需要解释 那么什么叫吃忌偶像之物 我说现在的基督徒 应当懂得 不会再吃忌偶像之物 那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 来讲是什么意思 主就说呢 说以世界的观念妥协 这就是什么样的 敬畏神等候 盼望他慈爱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的生活 有很多地方 我们还需要继续有被调整 我们的这个眼光 我们的价值观 需要被调整 我们的这个做事的方法 需要被调整 怎么被调整 被神调整 怎么被神调整 按照神的旨意 去接受神的方式 就像敬畏耶华 盼望他慈爱的人 等候神 怎么等候寻求 我们很多时候 在等候里面 我们学习去寻求 当我们一个懂得 去寻求的时候呢 神就会借着他的恩典 会把这个话 一次下来 那你怎么 你说我 我也不是先知 我祷告的时候 不见得有话下来 你一次祷告不听 你第二次祷告 你还是去寻求 你寻求到什么时候 得到答案为止 有一个牧师呢 在这个看了一本书 就是这个 这个圣灵早安 这是新班尼写的 那么这个 他就说 这个新班尼就在书里面 就常常写 就是说 他醒来的时候 他就先跟圣灵打照过 圣灵早安 所以这个牧师呢 也就开始学习操练 每天早上起来以后 就说圣灵早安 结果呢 他说一天没有回应 说两天没有回应 一个礼拜没有回应 一个月也没有回应 他就继续说 每天早上一起来 就说圣灵早安 你知道这个牧师 说了多久 他足足说了七个月 说六个月到第七个月 到第七个月的时候 第一天早上 他醒来的时候 他就说圣灵早安 结果圣灵就开始 回答他了 说早安孩子 我在这里等你 从那一天开始 他的服饰就不一样 他现在成为 神处重用的一个 国际级的一个 先知跟讲连 很多的大会 邀请他 带来神 非常强的恩高 使很多教会被复兴 所以说你看 这个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力 他不喜悦 马的力大 不喜来人的腿快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功课 不仅仅是我在跟你们讲 我也在学 为什么呢 有时候我们常常会 凭着神给我们的恩赐 就跑到神的前面去 那么神的恩赐给我们 是不是还是 也是出于神的 当然是出于神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太 依靠了神 给我们的恩赐和恩高 就忘记了 真正要来寻求神的 不是很多事情 都是靠你 有恩高就一定解决的 有的时候需要策略和谋略 这个策略在谋略 是在神那里 也是在神的 因为他的名字 也称为测试 是不是 他的名字 这个也称为测试 所以说呢 你看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 我们要学习尊主为大 敬畏也好 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那么在等候神的时候 怎么样呢 有时候我们因为 做一些事情 做的已经很 这个循规道具了 就是说做的已经很熟练了 你闭了眼睛 都可以靠你的恩赐 来做的时候 我们就在很多时候 就往往缺乏了去问神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或是那个问题 该怎么解决 或是这个弟兄姐妹的问题 该怎么解决 或是那个问题 该怎么解决 有的时候呢 我们学习的这个等候主 说是等候主 真正学习的这个秘诀 和门窍的等候主 是不一样 你真正等候主 等到这个功夫到的时候 你几乎问什么问题 差不多主都会告诉你答案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就是一个有 这个大能大力的神的这个使者 仆人 儿女 你所导致出必有神奇意识 随正 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 因为你与神同行 你就可以把他问题解决 因为神会告诉你策略谋略 因为他喜欢那些敬畏他 盼望他慈爱的人 而弟兄姊妹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有很多我们解决不了的事情 问题不是说事情的 这个难度而已 问题是在 有没有与神搭上线 当我们与神搭上线的时候呢 很多的问题 绝大部分的问题 几乎所有的问题 都可以迎刃而决 因为神知道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哪里 所以说呢 你看 那等候耶华的必重新得力 他不喜悦 马的力大 不喜爱人的腿快 耶华喜爱敬畏他 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愿这个呢 成为我们自己的帮助 感谢主 赞美主 好 那我要请今天的主席呢 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主 阿爸父神 你借着你儿子的口度 我们释放你的 你的天国的一个信心 你的心意 主啊 是的主啊 你不喜欢人的 主啊 你不喜欢马的力大 你不喜欢人的脚快 你乃是喜欢 主啊 那个盼望你 才干 才能 主啊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但是依靠 耶和华的 零方能成事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主啊 及时的马 也赐敌了我们 感谢你 赞美你 主啊 你大大的祝福 你的儿子 主啊 你大大的高 大大的祝福 也祝福 他们 主啊 所有到的台湾 或者说这个 马来西亚 所有的一切的事工 都带到你的面前 感谢你 主啊 将一切的荣耀 归给你 谢谢父神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 德士的名 祈求祷告 阿们 阿们 好 我们下礼拜见 神祝福大家